被迫和死对头联姻后 我一把掏走了他嘴里的苹果 并痛心疾首地谴责他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之前问过我了吗 死对头不甘示弱 当天晚上他就掀开了我的被子 这是夫妻义务 你旅行了吗 我假装躺平 来呀 谁怕 死对头嘴硬 耳根却泛起了红 一 我回国的第二天 姜石谦就被他爸妈五花大绑送进了我的房间 他黑着脸 咬牙切齿地求我给他松绑 长眼睛了没 快给小爷我松开 哟 我当着谁呢 我从梳妆台上下来 假装刚注意到他 用细细的眉笔挑起了他的下巴 姜老狗 几年不见 这么拉拉拉 上门自见诊席 即使知道姜石谦这家伙不是自愿的 但看着他被捆住手脚 绑在我床沿边的样子 我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来 不是我说 叔叔阿姨他们是真狠啊 姜石谦手上脚上 全是用粗麻绳打满的死结 把人活生生捆成了螃蟹 少性灾勒获了勤抚声 快给我松开 我翘起二郎腿 坐在床沿边 叫姐姐 你没病吧 姜石谦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见死不救 你还要挟上了 叫姐姐 我又重复了一遍 并好心提醒道 你想好了再说 我可没多少耐心 姜石谦捶下头 似乎在思考忍辱负重喊一声 姐姐这买卖划不划算 几秒钟后 他脸色微微涨红 姐姐 哎 这不就好了 看着姜石谦憋屈的样子 我心里爽快极了 三下五除二 给他解开了绳子 快点滚出我的房间 和你待在一起 空气都不顺畅了 姜石谦揉着手腕讥讽 你以为我愿意来 再和你多待五秒钟 我能原地爆炸 可没几天后 我和姜石谦这两冤家 就被打包送进了民政局 二 那天 我妈看着面色不善 大步从我房间离开的姜石谦 欲言又止 她来到我房间 放下一盘水果 你和石谦聊得不好吗 我和她能说上什么话 我眼睛一瞥 注意到了我妈眼底 暗下来的光 就知道姜石谦 被捆进我房间这事 我妈也是帮凶 叔叔阿姨闹着玩就算了 你和我爸怎么也跟着闹 姜琴两家是交 叔叔阿姨和我爸妈 关系好的像是一家人 可我自出生以来 就和姜石谦不对头 两岁就开始掐架 大人们偏偏觉得 是小孩子玩闹 长大就好了 一纸红书 更是定下了 我和姜石谦的婚约 从此以后 我和她更相看两眼了 为了证明 自己不是个可靠的女婿 让我爸妈死心 姜石谦开始了败家 一个亿接着一个亿 投出去打水漂 我爸欣慰的笑了 年轻就是要多尝试 石谦啊 钱不够上叔叔这儿拿 姜石谦 足 我为了证明 自己不是个安分的女主人 让叔叔阿姨死心 开始游历各国 拍了数千张 和各国帅哥的合照 放在朋友圈 阿姨一张接一张点赞 生生啊 这个长得帅 以后让石谦给你做小 我 足 胳膊拧不过大腿 姜石谦硬的头皮 也做不下去败家产业了 我也回溜溜的回了国 一回国 又是被逼婚 这个婚是必须结吗 我可怜巴巴的 靠在妈妈的肩上 企图动摇她 我妈斟酌着开口 生生 其实有件事 我们一直没告诉你 我们家这几年走下坡路了 你爸那些产业 亏了不少钱 快撑不下去了 和姜家联姻 就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爸爸妈妈知道 你不愿意 退婚就退婚 我们一家子 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我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姜石谦一捆麻绳 丢在了姜叔叔 姜阿姨前 冷笑 卖而求荣 我和秦府生 两人八字不合 为什么非要联姻 胡说 姜爸爸怒斥 就没见过你 和生生八字更合的了 所以 理由 姜石谦眉心微醋 满脸不耐烦 其实 爸妈有件事瞒着你 哦 姜爸爸一把鼻涕一把泪 咱们家快破产了 只有和秦家联姻 他们才愿意帮忙 姜石谦 三 第二天 两家父母欢欢喜喜的 将我们送进了民政局 两位靠近点 小姐先生 你们笑一笑啊 我和姜石谦通了店 一靠近就浑身刺脑 我嘴角颤抖 迫不得已露出了个笑来 姜石谦的脸色也不好 看起来像欠了几百亿 领完证 两家父母又欢天喜地 将我们送进了婚房 这个婚房看起来 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 地段 装修都相当优越 只需领包入住 可等长辈们都离开 我和姜石谦立刻变了态度 分座在沙发两端 谁也瞧不起谁 不是不愿意吗 我双手抱胸 故意恶心他 欲擒故纵啊 姜石谦 姜石谦也不甘示弱 他轻踢了脚垃圾桶 反讽 不是是死不嫁吗 装模作样啊 勤俯声 我两目光相撞 又双双错开眼神 五分钟后 我和姜石谦 同时将提前准备的合同 甩在了茶几上 签个字吧 签名 巧的是 两人的合同 写的都是夫妻 共同财产的分配 内容也大差不差 我上上下下扫了一眼 觉得自己捡了便宜 再看对面的姜石谦 似乎也很满意 看不懂合同的冤大头 我在心里暗骂了他一句 回自己房间 将签完字的合同 放进了保险柜存号 签完合同后 我和姜石谦 度过了相安无事的两周 这天回家时 正好听见一声脆响 姜石谦大刺刺的 侧躺在沙发上 垃圾桶里 还有刚削完的苹果皮 他悠闲的正在啃苹果 另一只手则半举着 刷着赛车视频 我东奔西走 在为家族产业忙碌 他居然舒服躺着啃苹果 看他这样舒坦 我就不爽 于是我快不上前 虎口夺食 一把将半个苹果 从姜石谦嘴里掏了出来 姜石谦做起来 瞳孔放大 似是震惊 他颇有些呆滞的看着我 犯病了 我痛心疾首的谴责他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吃钱问过我了吗 今天敢吃苹果 明天就敢转移财产 后天就要搬空我们的家 姜石谦 你有没有点良心 一番话 震得他姜石谦哑口无言 可看他咬牙切齿的样 就知道这小子不甘心 我多留了个心眼 接下来几天 姜石谦早出晚归 也没其他动静 就在我彻底放下警惕后 某个夜晚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 一个黑影悄悄潜入了我的房间 四 啪 那人点亮了房间的灯 明晃晃的光刺目的很 我一时瞬间清醒 同时 半睁的眼睛 也看清了那条作恶的狗 姜老狗满脸得意 一把将我的被子掀开 露出我粉嫩的花睡衣来 这是夫妻义务 你旅行了吗 小样 这也想对付我 当着姜石谦的面 我直接四脚朝天躺平 来呀 我一身正气 目光坚定 大招还没使出 姜石谦就败下阵来 他嘴硬 咬牙切齿的说了句 谁怕 不知道姜石谦嘴硬的时候 有没有意识到 他眼神躲闪 双颊发烫 耳根已经泛起了红 被子被他重重甩在我身上 临走前 他还试图狡辩婉尊 就知道你基于我美色 小爷我才不上当 哼 门被姜石谦戴上 室内又重新安静了下来 我将整个头都蒙在了被子里 笑得发颤 天真的 几乎有点纯情的死对头 以前怎么没发现 姜石谦这么好玩 五 不过 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这些天 我长时间进在公司里 焦头烂额 我爹的对家 在门口风雨不动 照我爸的话说 也是我们秦家的一份子 是秦家蒸蒸日上的象征 就算是我来了 也要尊称他一声叔叔 而那万恶的对家 竟然把我叔叔害死了 死仇不报非君子 傍晚 我换上身色防晒衣 戴上口罩和帽子 抱着一袋钉子出了门 顺利随着他人的车辆 潜入对家地下车库后 我找到了对家 停在那的两辆号车 钉子被我均匀地 撒在轮胎周围 完事后 我得意地拍了张照片 发给我爸 谁在呢 一道刺目的手电筒光 精准无误地打在我身上 碰巧来巡逻的保安怒斥 你在做什么 做贼心虚地我捂着脸 开始在偌大的停车场狂奔 站住 别跑 啥子才不跑 司机师傅 还在不远处的小路上等我 我凭着奇怪的走位 在停车场绕了一圈又一圈 顺利摆脱了保安 小姐 你没事吧 没 这点小事 费不了多大力气 可是你的饺子吗 词汇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 司机师傅终于找了个恰当的 怎么肿得像馒头似的 其实也不疼 我冒着冷汗 强行嘴硬 然而一到家 我就开始抱着脚大声嚎叫 左脚在逃窜时不小心扭伤 结果越来越严重 高高肿起 一落地就钻心地疼 闻讯赶来的爸妈 心疼地将我揽进怀里 还请来了当地最好的骨科医生 上门为我治疗 我哭得稀里哗啦 一面不忘泪眼朦胧地看向医生 上药会疼吗 不疼 你这不算太严重 等会去医院拍个片看看 休息几周就没事了 我一听更难过了 几周 我家等不了那么久了 我要回去加班 有什么特效要吃吗 嗨嗨 一旁 我爸突然咳嗽了几声 眼神躲闪 生生你就好好休息 咱公司不是还有我吗 我们勤家一定能力挽狂澜 把产业都保住的 那 我还欲说些什么 妈妈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示意我朝门口看去 刚被电话喊回来的江石谦 正在门口换血 我反应迅速 立马抽了张纸巾 将脸上的泪水擦干 秦小姐 这里我动一下 你可能会有点疼 疼的话就喊出来 医生专心研究我的伤脚 双手稍稍一动 一股钻心的痛 从脚踝处传来 我下意识钻紧了沙发 一声不吭 怎么样 我虚弱地露出个笑来 其实也还行 医生 那刚刚鬼哭狼嚎的是谁 六 见到江石谦回来 我爸妈很快起身 一个说约了美容 一个说约了理发 连医生也留下要离开 我爸拍拍江石谦的肩膀 生生就交给你了 随即 我妈不留一丝感情的 抽走了抱着我的手 门被关上 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江石谦 我和他四目相对 然后他 从茶几上拿了一个苹果 当着我的面 肆无忌达地开始啃 啃两口还故意挑衅般地瞅我一眼 没事干 回来干嘛 耳边不断传来 江石谦清脆地啃苹果声 我终于受不了了 回来照顾我却了一只腿 无法独立行走的 连医对象 吃完一个苹果 他又开始包橘子 我被气笑了 还照顾呢 一杯水都没见你给我倒 和江石谦待在同一个地方 超过五分钟就开始感到烦躁 我身残之间 单脚站起来 向着自己房间跳去 要不要帮忙 江石谦的声音传来 不用 行 要帮忙直说哈 别不好意思 小爷我心地善良 说不定就帮了 我狠狠甩上了门 五分钟后 外面传来了咚咚咚的奇怪响声 震的地板轻颤 我打开一条门缝 朝外看去 江石谦正在学着我的样子 抬起左脚 在客厅乱蹦 你是不是有病 可能有点 江石谦举这个果盘 跳着过来 送到我面前 但不多 我勉为其难地 接过了江石谦的果盘 包好的橘子 削完皮的苹果 还有香蕉 草莓等各种水果 摆成了一个 穿着花裙子的笑脸女孩 不知道她是从哪里 变出来的花样 盘子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 龙飞凤舞 我的苹果分你一半 气 这还差不多 我刚在心里 夸完江石谦没多久 就知道自己夸早了 平时我和江石谦 能少见面就少见面 从来不留在家里吃饭 今天迫不得已 坐在餐桌上 下厨的还是江石谦 首先出场的是一道炒鸡蛋 我夹起一块鸡蛋壳来 这是江石谦嘴硬 补盖的 接下来出场的是 炖烂的猪肘子 太殷勤地放在 最靠近我的位置 吃啥补啥 我 那有没有人说过 你得吃点猪脑 最后上场的是 几道凉菜 海带丝半花生 鸡丝半花生 芹菜半花生 家里的花生 似乎用不完了 是啊 江石谦脸上 略有些得意的表情 不像作假 小爷我第一次下厨 就能做出这等美味佳肴 都是天赋 我深吸一口气 我有个幸福的厨师朋友 做菜很不错 你要是真想做菜 我可以把它推荐给你 不 江石谦加了一筷子海带 这是给您特制的并号餐 仅此一次 在家和江石谦 度过了相当和谐的两周 其中和江石谦大吵三架 小吵十一架 陈芝麻烂骨子 是都被我们翻了出来 他指控我小时候 用油漆给他染白毛 我指控他 偷我小裙子 套在他家狗身上 每次吵架后 不论输赢 这家伙总会故意 当着我的面 学我抬起左脚 跳着走路 简直有病 我终于受不了了 半夜悄悄打电话给爸爸 爸 公司怎么样了 要不要我回来 家里实在太无聊了 聪明如我爹 第二天就给我安排了 一个路径 又有顺风车的工作 江叔叔他公司 和江石谦当同事 爸 自愿的 江石谦一手掺着我下楼梯 一手拎着我的包 你山猪吃不得细糠 不愿意在家享受 就喜欢吃苦 关你屁事 我冷着脸 甩开他的手 一瘸一拐上了车 行吧 我可先提醒你 在我爸的公司 我都是从底层做起的 没人知道身份 有几个主管下手还挺狠 你到时候可别哭 我什么时候哭过了 哦 没哭过 江石谦把脑袋凑过来 那天脚受伤 用的什么粉底液 两行白泪上清添了直接 话那么多 建议把嘴割掉的亲亲 很快 我就见识到了 江石谦口中那位 不好惹的主管 江叔叔给我 安排了一份闲散工作 相当于是文件的中转站 各部门将需要 上交的文件传过来 由我统一整理 一番格式 分类上交 非常适合我这种 伤了脚动不了的人 没多久 我就熟悉了这份工作 小秦 坐在边上同事 趁着午休 看过来一个脑袋 好奇地问 工资高 事情少 我之前就听说了 英主管想把自己的侄女 安排进来 你就是英主管的侄女吗 那我应该不是那个萝卜 同事表情诧异 他还欲说些什么 英主管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 喊了我的名字 新来的那个 秦府生是吧 过来一下 就 现在是午休时间 同事们都在休息 我微不可查地 蹴了一下没 扶着桌面 一步一停地过去了 到了英主管的办公室 他也没开口说话 双手忙碌地整理着文件 五分钟内 更是接了三个电话 两个电话都是对着里面的人破口大骂 其中只桑巴怀些什么东西也不得而知了 又过了一回 他才像刚刚想起我似的 秦府生是吧 找你过来也没什么其他事 你处理文件的功能还不错 我考虑着把你调到别的部门锻炼锻炼 在这儿还是屈才了 谢谢英主管 单脚站立的姿势站久了 有点脱力 我脸色不算好看 这个岗位我觉得还不错 不算屈才 怎么不算呢 你还年轻就要多去闯闯 英主管像是去进修过京剧 一下子就变脸了 我这是为你好 言下之意是 你别不识好歹 他自立深 平时待人又严厉 一般人见到这种阵仗 都能忍择忍过去了 可我从来吃软不吃硬 这种贴着脸上来逼我 我忍不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 但我这人逆反 向来不识好歹 但您碰上硬石头了 外头无数双眼睛 都盯着这个英主管的办公室 半透的磨砂玻璃房 更锁不住声音 但凡说话响点 外头能听得一清二楚 江石谦看热闹式的路过 看见我的座位空了 询问一旁的同事 早上新入职的那个呢 同事仰起下巴 示意他朝英主管的办公室看 还是年纪轻啊 英主管靠在座椅上 脸色黑沉 不会说话 不怪你 以后有的是人叫你说话 我今天就教你两句 别 孟子说了 好为人失事肿病 我扶着墙 慢慢朝外面走去 幼儿园有幼师教 小学有小学老师教 您这连教师资格证 都没拿到手 怎么敢说 要教我两句的 英主管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竟也没说出话来 出了办公室 我抬眼望去 正好瞧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江石谦 有点像那家伙 不过我们不在一个部门 他来做什么 看热闹 我没多想 静止走向了自己的座位 属于我的办公桌上 一盒水果静静躺着 边上还附有小纸条 我的草莓也分你一半 时 下班时 同事和我一起出来 江石谦的车安静地停在那里 同事轻推了一把 去吧 见我疑惑 他神神秘秘地笑了 你是江主管的女朋友吧 早上你背影主管为难 他刚好来送水果 脱口而出一句 好酷啊生生 生生不就是你的小名吗 我将信江一递上了车 江石谦喊我名字的次数 屈之可数 更何况还是喊我小名 至少在我活着的二十多年里 没听见过 同事言之凿凿的样子 更让我疑惑了 我试探性地喊了他一声 石谦 嗯 江石谦平静硬下 一本正经地开车 看不出别样的情绪 独留我一个人 在附加炸锚 我和江石谦 什么时候是这种 能互相叫小名的关系了 还没等我思考出了 所以然 电话响起 一个焦急的人声 从里面传来 小姐 之前北焦那块地皮的数据资料 你放在哪呢 这块地皮不是给江家了吗 我们公司现状 也支撑不了这笔钱 啊 电话那头的人明显懵了 咱们公司怎么了吗 北焦地皮 趁着红灯 江石谦也凑了过来 他没心为粗 不是一直在叔叔手上吗 十一 我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匆匆挂了电话 斟酌开口 之前我爸妈说 家里产业镜状况不行 把北焦那块让给你们了 还说和你家联姻 能有一线生机 难道 这不是巧了 江石谦脸色发白 咬牙切齿 我爸妈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 是我爸妈联合叔叔阿姨 一起骗我和你结婚 我说 怎么那天 我爸眼神闪烁 我妈这么久也没个电话的 原来是两人心虚了 不敢面对我 至于吗 江石谦摘下墨镜 再劝两句 说不定小爷我就答应了 江石谦你不会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你觉得呢 我一肚子火 闭上了嘴 回家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谁也没搭理谁 各自回了各自房间 既然家里没什么破产危机 我也没什么理由 和江石谦再待下去了 早早领个离婚证分开为好 不过领证前 我给爸妈打个视频过去 痛斥了一番他们的行为 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推进火坑 你们好大的能耐 你消消气 消消气压声声 谁给你们出的歪主意 还破产了 苦情尽 明知道我和江石谦两人不对头 非要把我们凑一对 说着说着 我又大骂了三百遍江石谦 声声 那接下来怎么办 妈妈心虚的看着我 你们要离婚了吗 我眼皮轻轻一跳 而另一边 江石谦也在打视频 破产 他冷笑 玩这么大呢 差点就被你们骗过去了 我说 怎么这些天都不让我回公司 怕我发现是吧 我们也知道 感情这件事勉强不来 江叔叔犹豫开口 但你和声声真挺配的 万一勉强着勉强着就看对眼了呢 我和你妈就当一回恶人 还当一回恶人 上次勤抚身回国 把我捆进他房间的是谁 江叔叔沉默 而这时 江阿姨的脑袋叹了出来 既然你和声声还是相处不好 爸妈也不勉强了 要不就离婚吧 12 我和江石谦坐在两端 人手一份合同 好办上都没人开口 可 这几天公司有点忙 江石谦轻轻咳嗽一声 没空去办手续 他抬起眼睛 专注地看向我 又在和我视线交汇的那一刻 慌乱受毁 我也不知怎么的 这些天心慌意乱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干爸爸回复 我也挺忙的 那 不急于一时 室内又安静了下来 江石谦似乎真的很忙 起身离开 留我在长桌上 愣愣地看着那份合同 丁 直到一只手朝我伸来 指节修长 关节处还透着一抹粉 尝尝 他递给我半个苹果 而另外半个被他递到嘴边 味道还不错 谢谢 我接过 咬了一口 确实还不错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们还是同往常一样 谁也不提离婚的事 只不过有些地方不一样了 我偶然会看着 江石谦的背影发呆 又在见面的时候 假装不在意走过 奇怪 又说不出哪里奇怪 正好曾经留学时 认识了一个朋友 来我的城市游玩 我便抽出时间 和他见了一面 顺便放松一下心情 13 查尔斯一见到我就 开始大呼小叫 秦 你现在越来越美了 谢谢 我询问过查尔斯的意见 点完了菜 一抬头 他还在盯着我 怎么了 查尔斯摇摇头 感觉你在为一件事苦恼 或者是为一个人而心烦 他那双湛蓝的眼睛 几乎能洞察人心 你说的对 我也不打算瞒着他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简单描述 将被逼婚连一这件事 告诉了他 查尔斯扣着桌面 总结 所以是一个英俊的 风趣耐心的男人 是你的宿敌 也是此时此刻 让你烦恼多天的人 我勉强硬下 差不多吧 不过我可没说他长相 你怎么猜到的 查尔斯眨眨眼睛 我想他现在就在这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玻璃窗外 江石谦正站在不远处 注意到我的视线 他抬起手打了个招呼 我跟着江石谦回去了 车内 甚至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你最近不是很忙 我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坐姿 怎么在这 和查尔斯约见的地方 是这座城市的大型娱乐中心 江石谦的公司 离这里还有段距离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精准出现在这家餐厅外 出现在我和查尔斯约好的餐桌旁的 你不也忙 他反问了一句 语气生硬 还不是有时间出来 见这个合影男 合影男 打开你的朋友圈 正数第三条 就是和这个男的合照 我一眼打开 果然如江石谦说的那样 查尔斯穿着学士服 我在旁边替他捧花 还比了一个爷 好久没见面的朋友 吃顿饭也没什么吧 我收起手机 心里莫名有些慌乱 故意强调了朋友这个词 我知道 朋友吗 江石谦看着前方 真真假假的感慨了一句 毕竟小爷这么帅的 你都没看上 看得上他 没等我反应过来 江石谦又补充了 我说秦斧生啊 连我这样的都不喜欢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长着翅膀 能带你飞天的 还是喜欢会喷火喷水的 我直接将在了座位上 半嗓才吐出一句 难道我喜欢的是 葫芦娃吗 喷水喷火的 对 江石谦慢条斯理的 扯松了领带 这世界上没有葫芦娃 所以勉为其难 看看我吧 14 过去的二十几年 都没有今天给我的冲击打 江石谦 这个我从小到大的死对头 居然对我有所图谋 我脑袋发猛 将身体裹在被子里 只露出个脑袋来 反反复复看手机 确认今天不是愚人节 咚咚咚 门突然被敲响 是江石谦的声音 饭做好了 出来吃吧 这家伙勤勤恳恳做了一大桌 卖相看起来比上次好多了 吃完 我正要溜回房间 他还端来一盘水果 带进去吃吧 怎么看见 我像看见老虎似的 从前也没见你怕过我 以前你也没这样啊 见我为难 江石谦扬起嘴角笑了 多大点事 我又不会死缠烂打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就是稍微有点伤心罢了 你要是不答应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 破产的事被我们揭穿后 我和江石谦约好过段时间 去明政局把离婚证领了 不过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事耽搁 而明天 就是我们说好的日子 领完离婚证 我回我的秦家 做我的大小姐 江石谦回他的江家 似乎一切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可只有当事人知道 很多事都不一样了 这天晚上 我失眠了 睁着眼睛 看向天花板 直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透过窗帘照进来 江石谦在房门外等我 他神色黯然 却装作不在乎 露出个笑来 走吧 十五 出门的第一步 我们就被困住了 大门的锁坏了 不管是用指纹还是钥匙 统统打不开 我们俩对着这扇门看了一会 江石谦最后决定 从窗户爬出去 从外开门试试 注意安全 我帮他扶着凳子 他动作灵活 从窗口一跃而下 啊 落地那一刻 外头传来一声清晰的痛呼 怎么了 我心慌了一下 探出头去 这家伙分明好好的站在地上 骗你的 他转过身去 还以为我没发现他在笑 肩膀颤动 像一只偷心的猫 可江石谦在外面倒过了一会儿 还是没把门打开 奇怪 明明昨天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隔着一堵墙 江石谦打了喷嚏 要不叫开锁师傅吧 开锁师傅来了又去 出个门就浪费了一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坐上车 我靠在座椅上 朝窗外看这栋房子 自从和江石谦联姻后 每天都会回到这里 几乎习惯了在这儿的生活 有江石谦的生活 思绪翻飞 眼前的景物却一动不动 江石谦从车上下来 又坐回驾驶位 有些无奈地告诉我 轮胎被扎了 十六 啊 我解开安全带 下车一看 果然 四个轮胎前都均匀散落着几个小图丁 只要车稍稍一动 就会碰到 可能是对家干的 江石谦走到我身侧 轻飘飘带过 没什么大事 他一手插兜 指尖紧紧捏着一脚 似乎有些紧张 我瞬间明白了 前因后果 那去公交站吧 这附近刚好有一个 我思考了一下 装模作样提出建议 果不其然 江石谦的表情明智了 他张了张嘴 却一句话都没说出口 哪来那么多意外呢 我就知道 或多或少和这家伙有点关系 我假装没看见 提着包朝前走去 江石谦默不作声跟在后面 没意会 东东的落地声越来越响 我转头 看他抬着一只脚 在单脚跳 可能是刚刚从窗户上跳下来 有点扭伤了 现在才痛起来 那可不是小事 能坚持到民政局吗 应该能 他像是在忍痛 脸色发白咬牙切齿 总不能耽误你吧 若江石谦去出道 我相信他今天这番演技 绝对能捧个影帝奖杯回来 阳光明媚 穿过枝叶 斑驳的光 就这样撒在江石谦脸上 在此前的二十余年 我从未想过 和他能产生这样的交集 我上前几步 搀扶住了他的一条胳膊 故意道 能坚持住就好 走吧 这方向好像不太对 江石谦声音轻颤 不去民政局了 不离了 十七 和江石谦正是在一起的第一周 爸爸妈妈 每隔几小时就打电话过来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不是演的 而叔叔阿姨那边 邻居询问他们 吃饭了没 叔叔阿姨 你怎么知道 生生是我的儿媳 瞧着架势 他们就差有一个喇叭 巴不得四处去宣传 我和江石谦在一起的这件事 和江石谦在一起的第一个月 他秘密策划了一次盛大的求婚 将一切都捧到了我面前 台下全是熟悉的亲朋好友 台上则是我要共度一生的爱人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我和江石谦偶然还是会拌嘴 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 但很快又会平息 这似乎成为了一种 我们两人之间特殊的相处方式 某个夜晚 我睡得迷迷糊糊 他趴在我耳边 轻轻告诉我 有个小秘密 我一直想告诉你 我被绑到了你房间那一次 多年后再次看见你 我第一个涌上来的想法 居然是高兴 他将我揽进怀里 我才知道 原来那时候我就心动了 我反手抱紧了他 没出声 和江石谦在一起的第一年 他是个很会制造惊喜的家伙 而这次一周年 我打算给他一个惊喜 我带他去看了极光 天空中是绚烂变幻的色彩 地面上是一尘不染的白雪 我捧住他的脸颊 告诉他 出国的那些年 我见过了各种各样的人 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 可回国的那天看见你 我才觉得 这一切都有趣了起来 是我的宿迪 也是我的爱人 全文完